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也非常感谢您 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洋葱是尿酸的杀手 医生劝告 要是不想突发中风 三个食物要少吃 中午的时候 刘女士看到自己的丈夫在吃饭 旁边有一颗洋葱 她非常的疑惑的问道 这到中午的 你摆上一颗洋葱干什么 丈夫回答说 当然是用来吃的呀 刘女士更加的疑惑了 问她 这洋葱你是要生吃 丈夫说 对呀 我听说生吃洋葱可以降低尿酸值 所以我打算现在开始 每天都吃一颗洋葱 刘女士 这真的靠谱吗 别把自己吃坏了 那个辛辣的东西 未容易受不了吧 刘女士的丈夫则是摇了摇头 我现在感觉没啥大问题呀 刘女士还是不太相信 就跑去医院咨询了医生 医生说 洋葱确实有利尿的作用 除此之外 想要预防中风 三个食物要少吃 尿酸高的问题困扰着不少的中老年的朋友 高尿酸不仅会引发痛风 还会增加中风的风险 听说洋葱是尿酸的杀手 这是真的吗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探讨一下 洋葱在调节尿酸和预防中风方面的作用 同时也要提醒大家 要注意三种高风险的食物 少吃为妙 一 洋葱的抗氧化和抗炎的特性 洋葱作为厨房里面的常见的食材 不仅美味 它还有很多的健康益处 洋葱富含胡皮素 分类化合物 多糖和皂肝等的多种的生物活性成分 这些成分都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 你可能不知道 洋葱中的胡皮素是一种非常强效的抗氧化剂 能够帮助综合体内的自由剂 减少了氧化应激 根据2021年 赵教授团队在营养前沿上发表的研究 洋葱提取物能够显著的提高抗氧化酶 如过氧化轻酶、超氧化企化酶和骨光干酶 过氧化酶的活性 赵教授的研究团队通过多种体外和体内的实验 验证了洋葱在提高机体抗氧化状态 和减少氧化应激方面的有效性 2、洋葱对尿酸水平的调节作用 尿酸是漂霖代谢来的中产物 体内的尿酸水平过高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 进而引发痛风和其他代谢性的疾病 洋葱在这方面同样有益手 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不仅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还能够通过抗炎的机制来调节尿酸的水平 高尿酸不仅仅是痛风的前噪 还是与中风风险的密切相关 洋葱可以通过减少尿酸的生成和促进尿酸的排泄 来降低血尿酸的水平 根据赵教授的研究 洋葱提取物在体内实验中显著的降低了尿酸的水平 并减少了与高尿酸相关的并发症 三、高尿酸与中风风险的关联 尿酸膏不仅仅是痛风患者的烦恼 它还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 高尿酸会导致血管内皮功能的障碍 增加了动脉硬化的风险 从而大大的提升了中风的可能性 研究表明持续的高尿酸的水平会引发慢性炎症的反应 进一步的加剧了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饮食在调节尿酸水平和预防中风中起的关键的作用 很多食物因为含有高飘龄或者是引发炎症的反应 会增加了尿酸的水平 从而增加了中风的风险 以下三种食物就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高风险的食物 四、预防中风少吃这三种食物 一、高飘龄的食物 高飘龄食物由红肉、海鲜和动物内脏是尿酸的主要的来源 这些食物中的飘龄在体内代谢为尿酸 摄入过多就会导致尿酸水平升高 增加了痛风和中风的风险 研究表明 减少高飘龄食物的摄入 可以显著的降低血尿酸的水平 从而减少了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二、高糖食物和含糖饮料 高糖食物与代谢综合增和高尿酸血症的发生密切的相关 尤其是高果糖的摄入 会直接的增加了尿酸的生成 糖果、甜饮料等含糖量高的食物不仅会打致肥胖 还会增加了尿酸的水平 进而增加了中风的风险 减少这些高糖食物和饮料的摄入 对于控制尿酸水平和预防心血管疾病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高盐食物 高盐饮食会增加血压 从而增加了中风的风险 高盐饮食还可能会通过影响肾脏的功能 干咬尿酸的排泄 腌制品、加工食品等的含盐量高的食物 都是我们日常饮食当中需要注意的 减少盐的摄入 保持饮食清淡 有助于降低尿酸水平和中风的风险 五、健康生活方式建议 为了更好的预防高尿酸和中风 除了调整饮食 我们还需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里有几点的建议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合理饮食 饮食要均衡 增加了蔬菜水果的摄入 减少高票令、高糖和高盐的食物 洋葱作为一种健康的食材 可以适量的加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 帮助调节尿酸的水平 保护心血管的健康 二、定期的体检 定期体检可以帮助我们及时的了解身体的状况 特别是尿酸水平和心血管健康的状况 通过了体检 我们可以早期的发现潜在的健康的问题 及早的采取措施 三、适量运动 适量的运动对于降低尿酸和维护心血管健康 非常的有益 推荐中老年进行一些低强度的运动 如散步、游泳、瑜伽等 这些运动可以促进了血液循环、增强体质 帮助控制体重 同时减少尿酸的生成 但要注意避免剧烈运动和长时间过度运动 以免诱发痛风 四、增加水分摄入 适量的水分可以促进尿酸的排泄 有助于降低尿酸的积累 建议每天饮水量不要少于2000毫升 以保持尿量充沛 切记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 洋葱作为一种富含抗氧化和抗炎成分的健康食材 确实在调节尿酸和预防中风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 我们也要注意减少高票令高糖和高盐食物的摄入 保持合理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身体的健康 预防高尿酸和中风的发生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希望本期的视频内容能给您带来帮助 最后也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